在美國有一名男子 日前他在阿拉斯加州的西部海岸 檢食木材的時候 意外發現了一封由俄羅斯文字 所寫下的平中信 經過俄國媒體的報導和查證 發現這封信 已經在海上漂流了半個世紀之久 是一名現年八十六歲的俄國船長的親筆刑 綠色的酒瓶內裝著長長的紙簽 別以為這個平中信沒什麼了不起 它可是跨越半個世紀 由俄羅斯漂洋過海到美國的首寫信 這封平中信是伊萬諾夫 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西部海岸 檢木柴食所發現的 信上的文字是俄文 伊萬諾夫將瓶子跟信的內容 放在臉書上 直到懂俄文的民眾翻譯之後 才發現信件是由俄國水手 在一九六九年寫下的問候信 透過俄羅斯媒體報導查證 也找到了手寫信的主人 也就是今年八十六歲的俄羅斯船長 波扎南克 是監督船艦製造的人 還在船艦上航行了四年 而發現了這個平中信 也讓波扎南克相當驚喜 當時適逢冷戰時期 波扎南克是俄羅斯遠東艦隊母船 蘇拉克號的船長 用香檳瓶裝進了這封信 並且在信上問候收到信的人 寫上回信的地址 著名寫信的日期 卻沒想到這個瓶子 居然穿越了白嶺海峽 漂流到美國阿拉斯加 現在撿到瓶子的伊萬諾夫 知道了這個故事 也考慮跟自己的孩子們 撰寫一封平中信 傳遞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記者陳盛報道